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来到西雅图林南堂的每日灵修podcast 今天我们要灵修的经文是 哈盖书第一章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把神放在首位 哈盖是犹大人被掳回归后的第一位先知 哈盖书讲述的是 先知哈盖鼓励百姓完成耶路撒冷圣殿功臣的信息 他教导百姓要把神放在首位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 犹大百姓在回到耶路撒冷后 建殿受到租多的拦阻 因此耽误建殿长达十六年之久 但与此同时 百姓却开始只顾自己的事 修建自己的房屋 迟迟不再继续建殿 他们已经忘了回归的初心和重点 那就是重建神的殿 这时先知哈盖出来对犹大人的领袖 索罗巴伯和约书亚说了这篇信息 大家如果还记得 在以色拉记第三章那里曾经提到 那时先知哈盖和异多的孙子撒加利亚 奉以色列神的名 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 于是撒拉帖的儿子索罗巴伯 和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 就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 先知哈盖和撒加利亚 对犹大人劝勉的话 就记载在哈盖书和撒加利亚书 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看 先知哈盖是怎样教导犹大人 继续重建耶路撒冷的神殿的 首先 先知哈盖责备百姓不把神的事放在首位 不把建殿的工作看为重要 先知哈盖说道 这殿仍然荒凉 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 他责备犹大人 特别是领袖和富有的人 不以建殿为首要 让神殿的功臣耽误那么久 但自己却住在豪华的房子里 用上好的材料建造自己的房屋 先知哈盖在第五节这里说道 现在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接着先知哈盖用了一段很好的比喻 来描述犹大人不以神的事为首位 会带来的结果 他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缺少 你们吃却不得饱 喝却不得足 穿衣服却不得暖 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露的囊中 意思就是说 百姓如果专顾自己的享乐 结果只有突然劳力 得不到神的祝福 接着先知哈盖又说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为什么先知哈盖反复叫百姓 省察自己的行为呢 因为如果百姓不把建造圣殿放在首位 不以神家的事为重 就失去了归回耶路撒冷的意义 神就不会与他们同在 他们也不会得到神的祝福了 一切都是徒劳 先知哈盖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里 清楚地描述了 没有神同在和祝福的结果 他说 你们盼望多得 所得的却少 你们收在家中 我就吹去 因为我的店荒凉 你们个人去顾自己的房屋 后来又说到 所以为你们的缘故 天就不降干露 地也不出土产 我命干旱临到地上 山岗 五谷 新酒 和油 并地上的出产 人民 牲畜 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是怎样一片光景吗 可是感谢神 索罗巴伯 约书亚 以及百姓 听了先知哈该的这番话 就顺从 在神面前 存敬畏的心 积极响应 恢复重建圣殿的呼召 这可以说是一次 神透过先知哈该 带来的在 犹大人当中的一次复兴 最后哈该对百姓说 耶和华说 我与你们同在 耶和华激励索罗巴伯 约书亚和百姓 来为神的圣殿做工 这个信息非常重要 因为没有神的同在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 最后 大家可能注意到 在哈该书的开头和结尾 都提到了日期 这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 在第一章开头这里提到 大立乌王第二年 六月初一日 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 向索罗巴伯和约书亚说 在第一章结尾 百姓回转 愿意来重建圣殿之后 这里提到 大立乌王第二年 六月二十四日 也就是说 从先知传讲信息 到百姓新奇响应 只有二十三天的时间 这里足以看到 先知的信息 是带有从神而来的力量的 哈利路亚 我们在现今繁忙的生活中 是把什么放在首位呢 家人 工作 朋友 还是家务事 先知哈该教导 由大百姓 要以神的事为重 我们在生活中 也要如此 凡事要寻求神的同在 和祝福 马太福音 在处理生活中一切的困难 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其次我们也要警醒 时常省察自己的心思意念 我们在生活中 是否觉得很多事 是理所当然呢 而没有感恩 没有把神放在首位呢 比如我们以前可能觉得 出门自由 朋友聚会 去餐馆聚餐 优良的空气 美好的环境等等 都是生活的常态 是不可改变的 但去年 我们经历了疫情 和森林山火的袭击后 应该深有体会 我们现今生活的一切 可以在一夜之间消失 神的管教 亲客就可以领到 就好像哈盖书 第一章里提到的神说 我为你们的缘故 天就不降甘露 地也不出土产 我命甘旱 临到地上 山岗 五谷 新酒 和油 并地上的出产 人民 牲畜 以及人手 一切劳碌得来的 没有神的同在 和祝福的日子 是没有盼望的 所以我们要注重 凡事感恩 和谨行祷告 我们也要建立 和神内在的关系 最后 我们听道 也要行道 犹大人在听了 先知哈盖的教导后 就开始积极行动 继续重建圣殿 当我们听到了一篇 好的信息和讲道 我们有没有想过 怎样在生活中 行动起来 做一些实际的改变呢 雅各书的第一章 和第二章那里 多次提到 信心和行为的关系 第一章22节讲道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之后又说道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雅各书第二章也提到 信心若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信心因着行为 才得完全 求圣灵时常提醒我们 把神的事放在首位 凡事感恩 因为心动就要行动 让我们彼此鼓励 一同建造和神 更深的内在关系 更多地住在主的里面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您赐下宝贵的信息 提醒我们在生活中 要以神为首位 要警醒 凡事谢恩 而且要在行为举止上 活出神 要我们活出的样式 我们在您面前 承认自己的软弱 因为知道 励志行善由得我 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凭我们自己 没办法持续做到 但是我们愿意改变 我们愿意被神造就 我们愿意被神使用 我们愿意被神翻转 我们祷告 求圣灵常常提醒我们 将那属神的心思意念 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让我们能够被主提升 成为神更喜悦的儿女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